中央集团善尽社会责任 近年来深入社区 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尽管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仍然邀请专业导演线上开课 除了教导孩子们运用手机 拍出专业作品外 还分析案例 让孩子聪明分辨真假新闻 他就是头起所好 因此你的东西 你介绍的东西 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偏谱的状况 华世代的媒体素养培养好了 还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 在华世代行动传播 远离假新闻的计划中 除了教导学生聪明辨别真假新闻外 还教孩子们拍影片 掌握远景 张景 近景的拍摄技巧 不只可以轻松拍 还可以轻松剪 多练习 顺畅后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多多善用这个自免的时代 手机具备的一个强大功能 还有很多ATP软体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系 所以都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时代行动传播时代 那这时候不跟 软费和时代 真的好实用喔 华兴国小的孩子们 都好喜欢摄影的部分 校长也与孩子们一同上线 以实际行动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 谢谢吉隆有线电视 特别安排这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在这个时候来安排学生 去了解资讯的重要性 资讯的对与错 假新闻或者是假讯息的这个本 其实对学生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 他在家里面去怎么样 知道正确的去使用这些行动载具 然后不要只是在上课 然后再拿行动载具来玩游戏来聊天 我想这个对学生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帮助 真的很真的很棒 希望透过华时代行动传播 远离假新闻的课程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的能量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